好,同学们好 我们这一节课呢 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一个两款插件 一个是用来调色或者去降噪啊 用的比较多的叫magic brew suit 另外呢 就是一个用来K特效的 用的比较多的叫trapcode suit 这两个插件呢 都比较的复杂啊 所以我们这一节课起到的一个作用呢 基本上是抛砖引玉啊 我们告诉这两个软件 大概有什么样的作用 你比如说像magic brew啊 它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调色的块 是比较强大的 那么trapcode呢 它非常多 有描边特效 有做光效的 有做粒子特效的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插件呢 因为你要知道 Adobe AE啊 就是after interface 它的插件有可能有成千上万种 有的插件甚至比AE本身还要难学 所以我们说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只是针对于一些简单的案例啊 跟大家去做一些案例分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咱们的那个Magic Brute 怎么样的安装啊 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有可能讲的课的时间呢 有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好 我们来接下来呢 先第一点 我们来看看软件是如何去进行一个安装的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找到我们的桌面 回到我们的桌面上来 好 找到我们AE特效 然后呢 在这里面资料里面啊 找到我们的这个压缩 压缩包 你可以找到对应的Mac或者Wind Windows或者Mac的都行 我们在这边已经把它解压出来了 好 这时候直接选择安装这个Magic Brute 12.0.5的一个版本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去进行一个安装 安装呢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安装器继续 嗯 好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 直接选择继续就可以了 好 完了之后呢 把这边的所有的啊 所有的这个产品的啊 都勾选上 对吧 如果你后续用得到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讲的话 就是这几个 有可能我们会会常用的几个 我们会讲到它 那 包括我们的Magic Brute 对不对 都会讲到 好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呢 直接的呢 找到我们的这一个里面去啊 继续 然后呢 这时候安装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没有安装 Finica Pro 以及我们的Motion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直接的是 Adobe AE and ProMe CC 这个版本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直接安装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嗯 好 这时候直接继续往下 好 我们呢 输入一下安装的密码 当然Windows 如果是你在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安装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直接的呢 把它呢 去进行一个安装 好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就等安装好 安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重启一下啊 如果你是Windows的肯定要重启 Mac的话不一定 对吧 所以你这时候尽量的你习惯性的去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AE 等我们的这个插件安装好了啊 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嗯好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呢 这个重新打开我们的AE应该这时候呢 基本上能加载好了啊 好 他这边调用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你不要去进行打开啊 没必要去进行打开 好 安装成功 好 那这时候直接的重新打开我们的AE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去进行我们的这个 呃 课程的一个讲解 好 那么刚刚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插件呢 就是咱们的这个 mojo 啊 就是我们的mojo mojo呢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电影调色的一个软件 尤其是在一些战争呢 或者科幻片里面用的比较多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呢 直接去进入我们的素材 找到我们的素材 好 那么我们这时候呢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素材 叫暴风雨的 对不对 好 但是当我们如果你是没有注册的 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任意先找到一个没有注册的 刚好mojo呢 我们这个 已经提前把它注册了 比方说你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把暴风雨拖到 我们的这个合成窗口中来 那如果你这时候 比方说我们要降噪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降噪的一个软件啊 他就会把 哎 你看 他会在中间出现这种叉叉 那么出现这种叉叉呢 就表示你没有注册 没有注册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直接呢 选择注册一下就可以了 好 序列码在哪个地方呢 在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install呀 我们提供给大家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就是这个啊 叫做 这个去降噪的 应该是这个了 对不对 这就是降噪的序列号 Ctrl C 把它直接的呢 Ctrl V 三贴进来 哎 你看看 他打勾了 那这时候你把它关闭 哎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mojo呢 是一样的 哎 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面要用到我们的mojo 啊 你直接的呢 把这个呢 扔到画面中来 哎 你看直接就可以用了 如果你中间也出现叉叉 那这时候 直接的 把那个序列号 在这个地方呢 有没有mojo的呀 mojo 是不是就这个 是不是就这个mojo 哎 所以这时候 直接的Ctrl C Ctrl V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啊 那么这时候你看 加了这个颜色之后啊 它的这种感觉质感 立马变得不一样了吧 对不对啊 那么如果你在这里面还要去进行参数上面的调整 你比如说它这里面有色彩平衡 对不对 有色彩平衡的调整 你要你要暖色调的还是冷色调的 对不对 要多冷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有暖和平衡 对不对 哎 这里面就是这个就相当于一个饱和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就相当于一个饱和了呀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种片子调成比较偏啊 HDR的就高动态范围的那种色调 对不对啊 mojo啊 这就力度啊 就相当于力度啊 所以你看这张片子现在调出来的感觉的话 比我们之前的要强烈很多 对吧 云是不是已经要压到地面上来了呀 非常的棒 那如果这时候我们说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降噪的 我们先来加一下我们的噪点 加噪点呢 叫做在这里面有应该是有一个 嗯 我们加一个杂色和颗粒 对不对 杂色颗粒 这里面有一个杂色 我们添加一些杂色进来 对不对 我们先把它多一点啊 百分之七八这样子 哎 并且呢 我们来看一看 哎 你看 加了杂色之后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明显的噪点了呀 能看到吗 啊 我们这是故意的啊 我们这是故意的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杂色多了 你看看 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你拍的是有杂色的 那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对应的 刚刚在这里面呢 直接的去有的一个降噪的一个软件 那这个呢 是非常好的 很傻瓜式的一个降噪软件 啊 你直接的去进行调整就可以了啊 那这时候我们呢 把这个噪点稍微少一点 你看 这是增加噪点的呀 对不对 这个是力度是不是 越来越强烈了呀 强烈了之后 当然这个画面不会变得模糊啊 所以这时候你要适当的控制它 是不是啊 你适当的去控制它就可以了 这是非常好的一点啊 这是非常好的一点 我们来试试我们的这个当前的画面 而明显的呢 这噪点呢 要少了很多了 明显的噪点要少很多了 如果你觉得还没少的话 那这时候加强 对不对 再加强它噪点的这个控制的量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那还有在这里面这个偏移值 对不对 相关的偏移值 以及我们的这个 呃 还有一个平滑值 是不是啊 平滑的力度啊 等等等等 你看 加了这时候降噪的 明显的就要舒服多了 我们这时候看一下 百分之一百的状态 能看到吧 哎 这时候要这个这个细节感啊 这个这个当然细节也会丢很多啊 细节也会丢很多啊 这倒是实在实在实在实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怎么样 相对而言的去 适合 适当的去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说这个magic blue suit 它是非常牛的一个软件 我们把这两个给它拿掉啊 拿掉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大家自己呢 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呢 去进行调整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叫做looks 这个looks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色彩编辑软件 那而且它是非常傻瓜式的 用在电影里面呢 用的特别的多 对吧 用的特别多 而且它是有自己独立的窗口的啊 有自己独立的窗口 而且调色的方式呢 呃 有一点像Fanelka Pro 对吧 有点像Fanelka Pro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不会一一的雷数了啊 这个啊 因为课程时间比较紧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要介绍的一个呢 就是trapcode的一个插件 那trapcode的 那trapcode的插件 又是怎么样去进行安装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 好 一样的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下载的软件啊 你先把它解压一下 解压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出来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 好我们在这里面呢 安装trapcode的13.0.2 这样子的一个插件 我们直接的去进行一个安装 对不对 好 那么安装呢 也是比较快的啊 直接的呢 呃 直接的去进对它进行一个安装就可以了 非常快 好 windows的版本呢 跟它的安装方式呢 基本上一样啊 我们全部先选择 试用 啊 在安装的时候 你全部都选择试用就可以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mac版啊 需要去 这个这个去验证啊 这个验证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啊 好 我们这时候呢 直接呢 打开一下它就可以了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呢 一步一步的按照我们的这个步骤啊 去进行一个 做就可以了啊 那一样的继续 对不对 继续同意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select all 这里面呢 你可以提供一个总的序列号码 套件的序列号码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没有 对不对 直接啊 是安装适用版本 对不对 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直接去安安装 但在这里面呢 哎 你提供的时候啊 它这里面有几个版本 after in face cc 2015 promise cc 2015 对不对 一定要安装到对应版本啊 你这个版本号 一定要对 版本号不对的话 到最后的话 啊 你这个插件经常会出错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这时候直接去进行一个安装 把我们的 嗯 它要的 电脑的密码 给它安装一下 是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好 那么安装好了呢 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看啊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产品更新的 对不对 他们都是红巨星旗下的一些产品啊 都是红巨星旗下的产品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你看这边是不是可以购买的呀 我们不需要 我们直接去进行破解就可以了 好 怎么样去进行破解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A也关掉 对不对 当然之前的话 你先去做一次保存啊 因为我已经做了保存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序列号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 对不对 已经提供给大家了 tripcoder的 好 重新打开我们的after in phase 重新打开我们的after in phase 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直接的打开它 然后把我们上一节课做的那个案例啊 给它拿出来 好 在打开的过程中呢 我们先去做我们能做的一部分工作 什么工作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乒乓球 我们把它利用我们的Foodshop先给它扣好 像这个乒乓球的话 只要有一个球 因为马上我们要用到例子来做的啊 例子来做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直接的利用我们的这个选区 对不对 给它呢 把这个按shift键这个一个圆的先画好了 如果这时候呢 这个一个圆不是很好 找到编剧菜单下 找到变换选区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嗯 好 ok 对不对 那这时候直接的往下去去 好 确定打勾 然后完了之后呢 直接的呢 添加一个蒙版 对不对 添加一个蒙版 那这时候呢 直接就进来了 好 那右肌应用图层蒙版 好 这时候呢 把划布呢 适当的跟我们的这个适配一下 我们不需要它太大 好 选区做好了之后 直接利用我们的裁剪工具啊 敲回车键敲两次 好 这个呢 就是作为我们的素材 把它存储为png的或者psd原格式都没问题啊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一个比方说是我们psd的对不对 好 把它保存进来 因为马上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发色的例子来去进行使用的啊 好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ae里面来啊 那么把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啊 给它呢 重新的打开一下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用到一个素材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trapcode啊 里面的这个这个particle啊 这个例子 我们简单的去跟大家聊一聊了啊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进行铺展开来讲 这个插件本身呢 要比我们的什么呢 比我们的那个ae啊 有可能还要难啊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吧 对不对 好 把我们刚刚呢 这个扣号的图片啊 扣号的图片 我们直接的拿过来 对不对 找到我们的那个 案例啊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 bo 对不对啊 这时候呢 选择随便你选择哪一个了啊 啊 选 随便你选择谁都可以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呢 在这里面的话 重新新建一个1207 1280720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小的画面 就为5秒钟 对不对 深色的背景底 好 我们在这里面右击新建一个固态层啊 右击新建一个黑色的固态层啊 所以这时候找到我们的一个纯色 纯色的颜色一定要改为纯黑色啊 一定要改为纯黑色 有人说为什么 马上我告诉你 你就明白了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直接选择确定其他没有问题 在这个地方呢 添加一下我们的particule了啊 particule了啊 这是trapcode的 你看trapcode里面插件比较多啊 插件比较多 那么我们就以trapcode为link 我们就以trapcode为link 你看这里面呢 这就生成了 其实是你看 其实是有小粒子的 但是它一样的有什么呢 一样的有叉叉线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注册一下 注册的时候 它一样的需要你提供序列号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已经把序列号呢 给大家呢 提前的准备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2.53版本的啊 我们这边是2.50版本的 对不对 应该是能通用啊 应该是能通用 Ctrl C 然后呢 Ctrl V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注册用了呀 直接就可以注册用了 那么用了之后 你看看 这个粒子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呀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之后呢 你知道这个粒子它是透明的 对不对 好 我们接下来那应该去设置一下我们简单的粒子了 这个是发射器的类型 对不对 发射器的类型 我们就默认的类型就可以了 这是每秒钟发射多少个粒子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适当的少一点啊 我不需要太多 那我不需要太多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发射的类型不用线性 这是线性的 这是点状的 点状就相当于一个球状的 那就相当于一个球状的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把它改为 改为我们的那个box吧 把它变为一个盒子 因为如果你变为一个盒子的话 它就有x轴 y轴啊 这样的一个分啊 这样的一个区分 我们再把例子呢 再少一点 我不希望它太多啊 给到四个五个这样子 有人说老师 你为什么给正就给这么一点点呢 这个发射的枪呢 是单向的 多向的 还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个统一呢 就是两边都有的 两边都有的 这是单向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看 横向上面 你想表现多少个例子 对不对 x轴嘛 是不是啊 还要默认初始的值 这是速率啊 让这是速率的问题啊 是吧 这是速率啊 啊 我们来看看默认初始值有一个pre 对吧 应该是在下面了 对不对 啊 在应该在这个下面有一个pre的对不对 pre row啊 初始的值我们给到34这样子啊 啊 好那这是我们的初始值啊 然后呢 y对不对 y是这样子 我们大概的给一个吧 尽量的给到一个水平线上来啊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particle的粒子的类型 类子的类型 你可以为这种小点 你还可以为什么呀 非常多的啊 云层的 对不对 star的 星星的 cloud 云层的等等 但我们在这里面都不用 我们用那个用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乒乓球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bo 我们把这个bo呢 本身的大小呢 在这个里面呢 按一下s键 先给大家 适当的小一点啊 适当的小一点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合成2里面来 把bo直接放进来 对不对 但是我们把这个隐藏掉 啊 我们把这个小玻璃球隐藏掉 还是回到我们的特效里面来 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子的 改为自定义 是不是啊 这里面有一个自定义的例子啊 对不对 啊 找到我们的自定义 那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是有的 我们找到这个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纹理呢 我们纹理改成layer layer这里面是不是有个bo啊 哎 所以你看 这时候的话 这里面全部都是乒乓球 粒子的大小呢 你也可以稍微的去设定一下啊 粒子的大小 你也可以稍微的去 设定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发色粒子的这个这个这个是歪轴的尺寸 我们再稍微大一点 对不对 你你你我们的稍微近一点 好 然后呢 粒子的一个 粒子的一个生命值 粒子的生命的一个出现的范围等等等等 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怎么样调整啊 size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种size的啊 能看到了吧 啊 size的随机值啊 随机值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你也可以调到百分之百 对不对 这个size的默认大小你都可以去进行一些调整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不透明度的一个 这个生命值 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子 先开始的时候比较少 先开始的时候比较少 然后到中间的多一点 然后呢 最后呢 又比较少的一个状态 能看到吧 哎 所以这里面马马上全都是乒乓球 我们能看到这里面的效果吧 哎 漫天飞舞的乒乓球 但这时候的话 我们说呃 整个的乒乓球是乱飞舞的 那如果你这时候要想它变成定向的 我们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物理系统啊 还有一个物理系统 我们加重力 对吧 这边是有弹力的 对不对 呃 弹力 空气的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加一个弹力 你看 gravity 重力 啊 重力呢 我们把它变得猛一点 好 我们来看看当前的这个情况 对不对 好 例子呢 这时候会死 会死亡 对不对 那例子的死亡呢 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它reset一下吧 我们还是满的 就是例子 呃 透明度不会受的影响 例子的这个 随机 不透明度范围 我们就不要去给啊 例子的大小 也不用去给 然后例子的死亡时间 呃 对不对 我们这边是没有死亡的 是不是啊 然后例子的生命值 生命值我们要超过 超过时间轴的生命值 因为时间轴是五秒钟嘛 对不对 我要确保它都是活着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哎 有没有 有的吧 哎 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效果了 但是呢 如果这时候我们觉得还不够刺激怎么办 非常多啊 再加它的怎么样 动力啊 你甚至可以加它的这个给给成锋利 我们把它变成猛一点 我们来看看 哎 这样的效果呢 有可能就比较好玩了 对不对 哎 你甚至可以给它设置啊反弹啊你甚至可以给它设置反弹系统啊等等等等这里面的效果呢复杂程度呢是非常复杂的你看看这里面就是一个反弹的对不对当你碰到哪个面的时候你可以设置它的反弹值反弹为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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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的话有可能就会比较的啊比较的就是说呃太细节了我们呢只能在这个地方呢给他讲了什么呢 一个大概对不对而且这里面涉及到的英文词汇啊非常之多非常之多这一段话大家呢自己去摸住摸说看看对不对 好那么在这里面的话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下对不对下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啊平时尤其是做文字光效的时候我们稍微讲一下了啊直接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认为下好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直接的加一个字 对不对加一个shine的这样的一个字好那么这时候的话把这个字呢稍微的变大一点点啊稍微变大一点的大线件取消你看看当我们在这里面加了一个shine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光效呀啊一下子就出来了一样的呢你可以要要把它呢啊进行一个注册我们找到我们这下面的有一个shine 好任意呢把你这个设计序列号啊给它输入进去cccv啊那直接的呢这个注册一下就可以了对吧直接注册一下就可以啊这时候的下影就出来了那这个下影是非常的好看的对不对它的类型也比较多你可以选择add一般的我们用的是最多的对吧你还可以设置它的怎么样你比如说光线的长度啊光线的长度你看到没有啊很酷啊 这是很酷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效的话前面文字的颜色应该是一个什么颜色呀不应该是一个白色它应该是有一个逆光效果的对不对啊我们来看看啊光线的不透明度对吧光线的不透明度光线的这个力度光线的强度对吧光线的强度对吧所以这里面设置的非常多啊细节是可以光线的这个那扫光的你看有点曝光的对不对那你这时候完全可以做一个 什么样这样子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曝光的那这时候回来它就是一个关键真动画呀是不是呢我们先加一个比较比较强的比较强的这种光效对吧比如说这个我们加一个特别强的那然后呢很快的速度我们把它收回来那很快的速度把它收回来收到合适的啊那这时候你看 这样子一个小动画就可以做出来了好包括我们在这里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光线的这个数量值数量值以及 detail细节对不对啊 detail细节的意思这个是相位对不对啊相位那么在这里面还可以设置什么啊它的颜色对吧你现在甚至可以设置3d灯光是不是啊所以玩法现在是越来越多颜色 你可不可以设置啊这是三色渐变的那你还可以选择比较诡异的对不对usa等等等等这里面的效果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是吧哎包括你这个里面文字的颜色我们再把这个文字的颜色好那么这时候比方说啊我们要去做一个 呃逆光的效果怎么做呢空缺加定再来一层有人说老师你这是哪样啊我们把这个呢上面的那个层啊它是做逆光的对不对所以逆光啊那这时候把这个文字层的颜色呢直接改为一个黑色就可以了对吧那这时候这个效果呢基本上就出来了当然其实你在这个地方呢外外边缘呢你可以做一个glow啊发光的效果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发光的对吧 啊应该是有对吧发光的效果也可能有的也叫灰光啊那这时候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加一点什么呃不要黑色的了啊加一个偏紫色的一个小的颜色在里面对不对略微偏紫色的然后呢a颜色就用这个吧那这时候在这里面不要颜色通道我们用阿法通道对吧用阿法通道然后呢把这个融合度啊你自己去怎么样尝试着去调整一下啊尝试着去调整一下发光的强度啊 等等等等啊那么这时候我们慢慢的再去计计一个制作OK那么这边的颜色的话我们还是改成黑色对不对边缘的颜色的话已经出来了啊啊那么这个a点的颜色我们现在改为偏一点点的小的亮的紫色对吧好确定一点啊然后呢这里面的话呃半径值呢就稍微小一点点了啊半径值稍微小一点那这时候大概的一个效果呢 基本上就有了我们来看一下百分之百的试图有可能看上去的要会好很多对吧那这时候如果你觉得颜色不是很对啊你还可以继续用比如说绿色呀对吧其他的叠加呀这样的一个运上方式啊而去进行一个调整啊那包括这个里面呢我们都可以怎么样适当的去进行一个调整啊 好那么这里面的呢发光的强度也可以略微的去动一动啊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做起来的话最后的效果应该是比较比较好看的一个效果能看到吧这样修饰出来的话应该是比较好看的好那么我们说关于这个插件呢我们不去跟大家聊太多了啊就跟大家呢啊暂且聊这么多对吧 至于这个trap code里面的其他的这个滤镜啊非常多啊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进行研究了啊希望大家自己呢回去呢能慢慢的去了解好本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我们下节课再见